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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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照在民进党用人的标准 我觉得我什么官都可以做 你看看我们这个台大法律系毕业的学长 对不对 又可以接 又可以管经管会 又可以当国防部长 又可以当国安会秘书长 然后呢 然后呢 只要出国留学就可以当国安会秘书长 然后呢 只要出国留学就可以当外交部长 我简直是十项全能了 那这个林佳蓬的问题啊 这个林佳蓬的问题在于说 在考虑派系平衡底下 那因为游锡坤呢 要连任立法院院长受挫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呢 某个程度也受到了一定的羞辱啊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讲究派系平衡来讲呢 他的确是有必须要帮林佳龙安排 但是呢 林佳蓬他并不是一个有很强大政治实力的政治人物 就是说他如果靠自己去选举的话 你现在去想嘛 他选什么都选不上啦 他四年后怎么可能会对 怎么可能会对赖清德造成威胁呢 好 但是呢 为了考虑派系平衡 在政国会里头 那唯一可以担任阁员的 可以当官的啦 我说实在大概也只有林佳蓬而已 我们现在在讲派系平衡 可是你看民进党在主政的过程里头 他其实很多的官员 他不可能找派系中人或者是政治人物 譬如说你说教育部长 类似像这种很多的这个位子 别的派系也不一定派得出人来 但是呢 因为我有一个总统 我掌握我庞大的资源 还有党的资源 所以呢 我有成千上万 我有超过六千个位子 甚至上万个位子可以分嘛 还有国英事业啊 各种子公司 孙公司 各种位子很多 这一些他会去照顾派系 但是你说要来到当一个部长 他的确还是要有一定的资历跟学历啦 所以呢 林佳蓬大概是少数派系的政治人物呢 他呢 学历是还蛮好看的 那资历也非常的完整 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庞大的一个政治能量 他可以去跟赖清德要什么位子 就拿什么位子 那今天林佳蓬想要的位子是什么呢 大家盛传 他其实想要的位子是驻美代表 因为驻外代表 除了驻美代表之外啦 你几乎对一个对未来 还有强大政治野心的人来讲 你基本上就是发派边疆了啦 就台湾的选举而言 就是发派边疆 只有一个位子不一样 就叫做驻美代表 因为驻美代表太重要了 所以你看 萧美琴当了驻美代表之后 就水涨船高 从一个在花莲选举都选不上的政治人物 然后忽然间他可以当副总统 所以驻美代表这个位子真的是可以镀金啦 但问题就在于驻美代表太重要了 所以赖清德怎么可能让林佳蓬当驻美代表嘛 所以想吃吃不到 好啦 那你既然要有外交的资历 所以赖清德就反说驻美代表没办法啦 那外交部长好不好 那你会觉得说 哇 外交部长很大的官欸 很重要欸 外交欸 但问题是在民进党主政底下 外交部长简单 我送他两个字叫做腮魁 你怎么当外交部长 我问你 你摆明了只要赖清德不冻结他的台独党纲 不处理这件事情 不接受九二共识 你就没有外交嘛 你就等着死嘛 你的外交就是注定一连串的挫败 不断的被断交 国际舞台上不去 国际组织被踢出来 好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就变成你只能学吴钊燮 变成战狼啊 就外交部长当国防部长当啊 变成最冲的台独基本教育派啊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捍卫他的官位 你就要学会厚脸皮啊 林佳荣还不错喔 那时候发生普悠马事件的时候 他当交通部长 他还有羞耻心啊 他还辞职了 他辞职了以后回头一看 哎呦 怎么只有我一个还傻傻的辞 后面都没办个民进党官啊 比他发生更严重的事情都没有人要辞了 那我问你 他现在接了外交部长呢 他不是每天就只有辞职的份吗 那不可能嘛 所以就只要 只好学会厚脸皮 只好学会 然后他要学像吴钊燮这样鹰派娇嚣吗 这些东西对于未来林佳荣的政治之路都不会加分 我坦白讲 在民进党的主政之下 外交部长真的很难当 不好当 可是他也没有选择啊 驻美代表不要啊 就像就是外交部长 看你买了吗 所以我认为林佳荣才会传出来 跟他讲三次 他只好勉为接受啦 不然怎么办呢 其实我认为这是过程 像吴钊燮真正想要的也是驻美代表啊 什么可能给他 不可能给他嘛 你驻美代表要不然就是非常资深的外交官 要不然你就是总统的亲信嘛 马英九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要不然就是资深外交官 要办就是金普聪嘛 你就是总统的亲信嘛 那萧美琴就是总统的亲信嘛 而且美国人要能接受 不是你派一个资深外交官总统亲信去 美国人就会接受 你要美国人点头这个驻美代表才有办法成行啊 所以显然林佳龙没有这个裁调啊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那讲穿了事实上现实就是如此啊 那对赖清德来讲 不可能把这么香的位置给他啦 那林佳龙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一个政治人物 我就说嘛 我们从小就认识他 他从小就立志要当总统啊 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是非常保守温和的 然后出国念书拿了学位出来 回来就摇声音变变成台独基本教育派 我都傻眼了 我都吓一跳 什么时候林佳龙变台独基本教育派 但变成了台独基本教育派之后 他在 他以前念书的时候是不敢碰民进党的 变成了台独基本教育派之后才有办法回来 有找到他在民进党里头的这样子一条 串升的政治的你知道快捷道嘛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林佳龙是一个野心很大 但是呢 把台中市长丢了 新北市长选了把这个侯友宜捧到捧得光环这么高 都是林佳龙的功劳 都是林佳龙的战机啊 所以现在林佳龙他要从谷底爬起来 他一直想选台北市长 或许啦 他们会用这个东西来劝他说 你有了外交部长对你选台北市长 加减会加分吧 因为台北人比较有国际观啊 我是不晓得啦 但我觉得林佳龙这个政治前途还挺黯淡的 林佳龙要接外交部长外界真的跌破眼镜 那么谢龙介就分析了 他认为啊 林佳龙跟背后的郑国会可能是因为现在已经比郑文燦更有杀伤力了 所以呢 赖清德势必要先收服 否则的话 四年之后的林佳龙可能就会像过去赖清德挑战蔡英文一样 跳出来要直接挑战赖清德啊 但是国际事务的学者李大宗就认为了 外交跟国安哪都不是林佳龙过去从政耕耘的重点 而外交部也不是他首选的职务 原因呢 就是因为外界批评这个外国会被冷落 所以赖清德眼下没有更好的位置 只好呢 让他来出掌外交部 这两天呢 郑国会不是才刚刚有大佬炮轰 主动太吃太凶吗 结果马上就传出说 林佳龙已经点头要接外长了 那民进党把林佳龙放到外交部这个位置 真的是打算想要拼外交吗 兵哥怎么看 林佳龙被放到外交部长这个位置 最不重要的就是拼外交 因为根本不是他们考量的问题 因为台湾也没什么外交好拼的 有什么外交好拼 台湾的外交现在就是看会不会再掉几个邦交骨 就是这样子而已 因为你不可能会增加嘛 只会往下减嘛 那林佳龙去当我相信他很有信心 一定会做得比吴钊燮好 因为掉八个也不容易 因为我们只剩13个 要再掉八个是一个蛮高难度的挑战 他很难赢过吴钊燮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蛮放心 他愿意出任这个位置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林佳龙为什么要去站这个位置 其实他是不得已 我同意那个立文的说法 因为他根本不想坐这个位置 但是他不得不坐这个位置 因为他不坐这个位置 他就没有舞台了 那其实林佳龙是功劳很大的 因为你想想看 就是因为他让侯友宜大赢40万票 让侯友宜以为自己有机会会赢 所以才去选总统 所以才会输得这么难看 所以林佳龙是 算是帮赖兴德助攻 对不对 他是有功劳在 所以还是感恩内阁之一 是啊 但是问题是 赖兴德又不敢给他太高的位置 比如说林佳龙 我相信如果给他行政院长 林佳龙一定要 真的 对啊 因为林佳龙其实之前一直在运作 想要当行政院长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为什么不能给他 因为就是有赖兴德自己的前车之鉴 他当年就当行政院长之后去逼功嘛 就是这样子啊 他怎么可能让林佳龙去当这个行政院长来逼他的功呢 所以绝对不可能会给他这个位置嘛 但是本来 照理来说 我觉得他想要给他一些 随便把他塞一个位置 但林佳龙不要 因为整个政国会都反弹嘛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够高的位置嘛 那到最后就只好双方妥协的情况下 才变成外交部这个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赖兴德这个内阁 根本就是乱七八糟乱搞一通 随便乱塞人 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就东塞一个西塞一个 然后你们一直在那边强调谁是专业谁不专业 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内阁里头有人在讲究专业 根本没有 这件事情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啊 大家都先去当那个位置再学习 我跟你讲 这次这个叫实习生内阁 你知道 每一个都是实习生 你去问的时候 我相信未来立法院咨询每个的回答都跟吴英宁一样 我会好好学习 都是这样子啊 这就是在搞这一套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烂的一个招式 完全就是他们内部 民进党内部派系斗争 大家彼此妥协了一个结果 那赖兴德第一次出招就是这样 那我想请教一下大家 赖兴德本来不是跟我们宣誓说 他要成立一个民主大联盟的内阁吗 不是会跨党派吗 全校真的跨了什么党派 我实在没看到 看你每一个都都民进党人啊 没有一个不是啊 那请问一下是到底怎么回事呢 所以赖兴德 你总统都还没有当上 你就先开始在胡说八道 然后什么事情都在乱搞 请问一下你这个总统未来到底要怎么当上去 我跟大家预言 这个内阁现在虽然名单出来了 我估计这个内阁里头 大概一年之后 能够剩下来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因为很多大概很快就会被换掉 所以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赖兴德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赖兴德就是没有 好 不过我们可以闹 不止林嘉隆要接外长 真的是正经正谈 现在更传出已经驻日八年的谢长廷要回来了 他要回来接的是司法院长 好 先不说谢长廷过去其实卷入不少的争议 包括了宋七利的宗教争议 选高雄市长的时候爆出涉入了假录音带的事件等等 他自己本身政治色彩又这么样的浓厚 真的适合当司法院长吗 尤其是司法院长其实是当然的大法官 我们的大法官总共有15个人 当中有两个人其实就是司法院的正副院长 大法官一任有八年的任期保障 但是司法院的正副院长的大法官 则是没有任期的保障的 所以现任的司法院长许中立的任期 到10月31号为止 也就是说如果谢长廷他接了司法院长的话 那马上10月31号他就当然变成了大法官了 好啦 那么事实上去年3月份的时候 总统府还曾经有请各界要来帮他推荐 四个新任大法官的人选 当时就传出谢长廷是不是很有兴趣 因为他自己的新文化基金会就跳出来帮他争取了 就推荐了谢长廷 他说谢长廷是法学博士优秀的律师 立任台北市议员立委高雄市长行政院长 朱日代表符合担任大法官的资格 而且他研究法学富有政治经验声誉卓著 非常适合就是应该要要由谢长廷来当大法官了 好 那么当时2023年的3月24号 谢长廷就自己出来说话了 他说我的实务经验相当的丰富 我做过原告也做过被告还当过证人 没有人有这么多经验的 真的是了不起 我被告恐怕比较更多诗 网友就说你这样讲也有道理 那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个人选可能更适合 陈水扁的实务经验不是更多吗 他的案件是不是比谢长廷还要来得更多 好了 谢长廷住日期间真的是争议不断 过去台湾的渔民被日本的公共船查扣的时候 他说是我们的渔民太活泼了 然后还说我们军方最呼吁是向美国宣战 民众反对吃日本的核食 谢长廷说有福食在日本是大家抢着买呢 而且还回过头来指控台湾也在排放核废水 更不用说谢长廷他涉嫌用网军 这个是不是导致了一个外交官员之死呢 一个争议性这么高的人可以接司法院长 如果谢长廷当过原告当过被告当过证人 就可以当司法院长 网友就说那我感觉有个人更适合 陈水扁是不是更适合来当司法院长呢 孟凯怎么看 当过原告当过被告就适合当司法院长 这标准也太低了吧 所以说也无怪乎刚刚这一席话一出来之后 来宾都笑了 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 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原告被告都可以的话 那全台湾差不多有100万人有这样的一个资格 那难道说借钱有借过人家钱 跟人家借过钱就是理财高手吗 我们不会这样认为 或者说有跟人家追求过 或是有接受人家追求告白过的 就叫做恋爱高手吗 也不会吧 追求越多或是告白越多 有些人讲说那叫渣男好不好 所以拉回来司法院长是什么角色 在美国那叫首席大法官 在台湾这个是宪法法庭的审判长 以及我们15位大法官其中之一 宪法的守护着国家法院法律的基石 结果有用那么政治性格强烈 或争议性那么大的人的话 我觉得那是人民的悲哀 那也是现在赖清德内阁团队的一个悲哀 如果说真的这样任命的话 我觉得大家要跳脚 而不用等到大家跳脚 其实这两天 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 律师圈司法圈先跳脚了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们有很多律师圈司法圈的朋友 在这两天的新闻里面 他们的同温层里面 其实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真的是莫名其妙 这是千真万确 讨论的非常多 所以我必须讲的是说 不要让大家跳脚 那现在这一件事情 其实可能我们的了解 八字还不一定有一撇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两种讲法 一种讲法是 可能有另外的人选认为说 他也想要争取大法官 所以先故意见光使 把谢长廷丢出来 好像让大家去讨论 让大家觉得说否定 那另外一个讲法是 有可能谢长廷自己 很想要争取这个位置 所以说也借故来放风声 来看看大家的一个意象 然后来 又使有可能说 未来有机会来争取 但不管怎么样 合适就是合适 不合适就不合适 这个是一翻两瞪 也绝对骗不了人 我觉得赖清德内阁 到目前为止 第二波的人事任命 出来只有三个字形容 叫做独老男 独台独立场非常鲜明 你看吴钊燮 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种战狼性格 台独立场 那么鲜明的一个状况 这就是赖清德 台独务实工作者的延续吗 老面孔不断 现在的这些团队 还没有完全出来 年龄也许并不会是最高的 但是老面孔 每一个人都是好像 已经见过好多次了 都是在圈圈里面找人 所以你说卓龙泰 你说郑立军 这个是选前 大家最近有传言的 你说像龚明星当秘书长 但是实际上之前 他也是国发会主委 所以怎么找来找去 都是这一些人 你这个位置换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换这个位置 大风吹一样似的 已经难 台南帮 高雄帮 就又跳起来 所以刘世芳 李孟燕 这一些官员 也都是之前的台南帮 高雄帮 我们要讲说独老男 是不是就是现在 赖清德内阁的一个特色 也因此信赖台湾 原来是相信赖清德 就可以升官 这叫信赖台湾 最后政治性格强烈 没有专业 我觉得这个是最令人诟病的 其实部会首长 你在每一个 都应该要非常专业 现在我们由衷 而且是很善意的 来提醒一下 现在民进党政府 经济 财政相关部会还没有出来 但是经济财政 其实非常重要 尤其是过去这几年 台湾人民普遍名声 真的是过得不好 经济部长 财政部长 能不能有专业的任命 这个是国人在看的 而面临到现在 有所谓的治安问题 打炸 防炸 以及未成年性侵 等相关的一个事件 食安问题 包括年初的一个苏丹宏 以及现在经济安定的 物价问题 三安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赖清德内阁 不可去回避的一个责任 所以520上任之后 我们也会依宪法的规定 两个礼拜内 要求做草野协商 要新的内阁团队 来立法院总报告 并且接受质询 我们也希望 真的用直球对决 能够让现在卓隆泰 格魁 以及所有的格员 真真正正的 面对新国会新民意 我想这才是现在 国人必须要看到的 1月13号 你的新民意产生了 4成的赖清德当选 但是不要忘记 还有6成的民众 希望中华民国 好好的走一条康庄大道 这是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应该要正式回应民意的办法 这过去的司法院长 大家能够想到的 都是一些法界态度 因为呢 这个司法院长 同时是当然的大法官 去年蔡英文他要各界推荐 给他四个新任大法官的名单 当时谢长廷的基金会 就跳出来推荐谢长廷 然后谢长廷还说 自己当过原告被告 当过证人 司法的实务经验非常丰富 结果呢 舆论一片大法之后 谢长廷就要求 他的子弟兵 不要再继续推荐他自己了 但没有想到 去年推荐大法官 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之后 现在竟然 大家在讨论的是 他要不要当司法院长了吗 问题是司法是国家的根本 大法官是守护民众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 这样的位置 真的可以拿来仇庸吗 曾宇怎么看 其实你可以看 赖清德这一次提出来 内阁名单 你就可以知道 他有多么极力的 想要摆脱蔡英文 同时间你可以看到 用卓榮泰 当然看起来好像很合完 好像非常的就是 可以运筹帷幄 让大家各个派系都可以有 好 大家可以服气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提谢长廷 第一个 仇庸非常的明确 怎么这样讲 因为谢长廷严格来说 算是卓榮泰的老师 所以不看僧面 也要看佛面 今天是为什么 是因为派系里面瞧不拢 然后你还要让 所谓的谢长廷 我就说了 其实讲的这样子 有点难过也有点难听 当初逼死的 优秀的外校官 然后大家知不知道 在昨天 我们又有一位法官跳楼了 这些事情 都是在在的显示 在蔡英文的 这八年执政任内 所谓的司法正义在哪里 所谓的司法改革在哪里 不要忘记了 当年有多少人上街头 希望你可以喊出公平正义 所谓喊出你的司法改革 在哪里 这个地方我们是没有看到的 所以不管今天 他到底是放风声 还是说先卡位 我觉得这都在 在让人家知道说 赖清德 你想要极力摆脱蔡英文的 这个角色 所以不要忘记了 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 去看一下 我在最后补充两点 这一次他的内阁 两大亮点 两大败笔 亮点一 文化部长 为什么 因为小野他当过 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似乎好像没有太特别的 所谓的政治的色彩 第二个亮点 是所谓法务部长 郑明谦 为什么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准备要向 光电的这件事情 开始着手了 他就是要杀你个 蔡英文的措手不及 很明确 这两个亮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值得讨论 再来 林家荣 刚刚大家都已经 前辈们都论述过了 再来 我觉得 那个工程委员会的主委 陈经德 大家不要忘记了 因为他2016年的时候 担任中油的董作 他因为他的 所谓的工气中断 造成全台大停电 你还让他去担任 公共工程的委员 我真的觉得赖清德 不要再把台湾当成你的玩物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马英九结束了 11天的访务行程 反台 全球非常关注 这一次的马锡二会 因为看到的是 其实谈话当中 隐藏了不少恢复 两岸交流的讯号 包括了 马英九说 两岸历史文化 无法用政治分割 都是炎黄子孙 能够用和平来解决争端 习近平更说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都是中国人 没有心结 不能化解 没有问题 不可商量 而且他最后还说了这么一句 乐见大陆民众 能够多到祖国 宝岛去看一看 这句话 是不是很有玄机呢 难道真的要恢复 陆克来台旅游 有可能吗 这个亲历马锡二会的学者 邱昆选就透露 当天闭门会议的气氛 非常好 而且习近平 连个一国两制都没说 而是使用了 家国团圆的这个新名词 好 那么现在各界 怎么来看待马锡二会呢 这个美国国务院就说了 鼓励降低紧张的局势 促进两岸关系的方式 支持双方在尊严尊重的基础上 持续对话 看起来其实是非常乐见的 是包括了副总统当选人 这个萧美琴他也说 两岸对话是有助于降低风险的 赖清德已经多次表示 对两岸对话抱持着开放的态度 看起来也蛮正面的 好 那么赵浩康就分析了 说马锡会在赖清德就职之前登场 其实是为两岸紧张 加了润滑剂 两岸观光能不能够春暖花开 进一步的来解禁值得观察 那现在沟通的门打开了 请赖清德要发挥智慧 把握机会 别抹杀了马英九的苦心 好了 但问题是 真的是能够把握这个沟通的门吗 结果我们看到陆委会的谈话 似乎不是如此 陆委会的副主委詹志宏跳出来说 炎黄子孙只是中国古代的传说 不必套在每个人身上 这些论述将历史文化地理等等 通通都参在一起 那属于哪一个民族国家呢 不相干的东西硬要扯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陷阱 台湾去年八月就决定 要开放两岸的观光团了 现在我们还在等大陆的决定 问题是后来不是又收回去了吗 好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 前立委郭振亮就跳出来问陆委会了 好啊 那你民进党 敢说台湾不是中华民族吗 赖清德要不要公开这样子讲呢 好 我们看到这个旅行业者 大家意见也很多啦 旅游市场没有所谓的对等啦 有需求就主动开放啊 台湾到底需不需要陆客市场 大家是心知肚明嘛 先来解除这样的一个进团力 再讨论陆客来不来 不是比较务实吗 你还记得吗 先前说好了 可以让大家恢复组团到大陆旅游 不是后来又取消了吗 所以业者很生气啊 他说你先解除我们的人 到大陆旅游的进团令吧 好了 事实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马锡会的这个对话当中呢 习近平谈话的调性是非常软的 显示大陆有意要和台湾青年交流 而美国也认为马锡二会 有助于改善两岸的关系 甚至连小美琴都说 两岸对话有助于降低风险和误判啦 所以呢 那赖清德到底要怎么做呢 既然马锡二会已经做出了 和平的起手势搭起了沟通的桥梁 那赖清德是不是应该赶紧接招 上桥来对话了呢 立文怎么看 美国总统甘乃迪 就是当年处理古巴危机 非常的成功 那么年轻的甘乃迪呢 他当时呢有非常重要的名言 他说绝对不要因为恐惧去谈判 但是也绝对不要恐惧谈判 就是你不要害怕谈判 你不要因为害怕才去谈判 但你绝对不要害怕去跟敌人谈判 当时呢 他为了要跟当年的苏联达成协议 所以呢 第二招非常有智慧的甘乃迪总统 他高度的胜战苏联 而且胜战所有的俄罗斯民族 捧得高高的 啊 讲得苏联心开怒放 然后当时的苏联的这个领导人 赫鲁雪夫非常的开心 所以呢 美俄就达成了协议 那今天 这个邱昆玄 就是我们的陆委会 就是个笨蛋 全世界 哪一个民族 不是想象的共同体 全世界 哪一个民族 不是透过想象跟神话 建构起来的呢 啊你是没讨历的吗 你不是学者吗 这么重要的一个理论学派 你都没有读过吗 所以不是炎黄子孙 是全世界的民族理论 都是这样建构起来的 但问题是 当你讲到中华民族里头 当然包含了几千年来的流变 复杂的这么多的少数民族 常年因为儒家的文化色彩 所塑造的一个中华文明底下的中华民族嘛 连民进党的前副总统 觉得两边来比赛军构打一场 看谁赢了来决定 谁代表中国你才开心吗 难道你真的要主张台湾独立 引来全世界的踏伐反对吗 然后呢再被歼灭吗 这样子的人 怎么当陆委会的官员呢 所以我昨天不就讲了吗 如果今天民进党对于任何向中国大陆表达善意的任何人 跟任何政治人物 不是政治人物 现在是任何人 只要对中国大陆表达善意 都要被诋毁 攻击 打压 妖魔化 然后对岸呢 中国大陆不管对台湾释出任何的善意 都要视若无睹 或者是呢 还要再把他骂一番 那你这样子两岸关系 就只有对立 只有仇恨 只有对抗 只有对撞 最后不是只有毁灭意图吗 这是摆明了 是没有能力的愚蠢作为吗 最近布林肯 叶伦 美国两大官员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两边美中在之前通电话的时候 习近平在电话里头对拜登不是再三的强调 要他们不要去支持台独 也要支持习近平中国方面所主张的和平统一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想想看 叶伦去那边还是一样有求于中国大陆 拜托他们买国债 买美国的国债 那美国事实上长期也希望两岸能够透过对话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不管有再大的野心 再大的胃口 想要我们买多少的军购 但基本上 还是希望两岸能够对话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底下 我担心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对岸的习近平总书记 释出了这么大的善意跟诚意 表示了最大的耐心跟信心 希望能够更细腻的来处理两岸关系 在这不给你任何的压力 甚至于不讲任何的时间表 连统一两个字都不出现了 百分之百的遵守九二共识 不断的温情的喊话 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商量的 没有什么心结是不可以化解的 那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担心的是民进党这一群人 完全不了解两岸关系 完全没有国际观 我担心就是他们太笨了 讲白了就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赖清德 其实某个程度 他是希望展现出 他的一个温和的 处理两岸关系的形象 他会温和 他会务实 他一直要让大家放心 他不会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他不会是自走炮 他不会是让大家觉得 他是一个无端挑起战争压力的 这样子的一个赌徒 所以呢 他现在用秋水证做他的陆委会 主委也被大家塑造成是 所谓的和平两岸路线 但问题是 他懂不懂和平要怎么缔造呢 我认为赖清德 他对两岸关系的认知 是非常错误的 片面的 然后呢 他以为他释出来的善意 根本不被大家解读为善意 这才是今天 民进党在主持国际关系 跟两岸的时候的 一个最大的盲点 就是这些人 没有国际观 没有见过世面 每天在民进党 在台湾内部懂得内斗 但是对外呢 就是他们想象的这个世界 事实上并不是现实的世界 而是在一个平行时空里头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能力 处理两岸跟国际关系 最后蔡英文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 就是不用想了 我们就是跟着美国 后面美国说什么 我们就跟着做就对了啦 那现在我可以感觉到 民进党里面 不管是政治人物 或者是他们所豢养的学者 没有这种见识 没有这种能力 更没有这种手腕 不要说有这种眼界跟智慧了 这其实是我最担心的 所以我希望 但是这个赖清德 他的这个小圈子 他的这个狭隘 刚毙自用的小圈子 要能够开展啊 他要找一些不是独派色彩 没有被绿化的两岸专家 国际问题专家 教他们 他如果真的想要缔造和平 不想要再谈台独的话 到底应该要去怎么看待 跟解读中共的动作跟谈话 他连解读 他连看懂习近平在讲什么 都看不懂啊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萧美琴说两岸对话呢 他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 也认为有助于降低风险 就连美国国务院都说 美国鼓励两岸对话 这可以降低台海的紧张 结果反倒是我们的陆委会的副主委 詹志宏跳出来说 他觉得马希二会是个陷阱 所以说他是觉得萧美琴脑子不清楚吗 然后看不懂吗 这个詹志宏他自己比较聪明吗 然后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也说这个叫做 什么习近平大谈中华民族 两岸同为炎黄子孙的论调呢 只是一个古代的神话 不必套用在每个人的身上 如果连美国都给予马希二会 这么正面的评价 难道路委会 他是打算要跟美国人唱反调吗 那民进党敢不敢像这个郭正亮讲的 你公开表态说 台湾的老百姓就不是中华民族啊 兵哥怎么看 其实最近有一个新的美丽岛的民调 就是台湾有 不管各年凌晨都至少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那显然这个是我们可以跟大陆来 对话的一个管道 因为这是有民意基础存在 所以两岸之间一定要搞得这样子水火不容 然后剑拔弩张到最后打起来 我真的觉得张志宏是一个非常不适任的陆委会副主委 你跟中国大陆的任何接触都被你当作陷阱 连习近平的讲话 他说这个是柔性话语包装既有立场 这到底是什么解读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其实谁既有立场你知道 张志宏就最既有立场 因为不管人家讲什么 你都直接就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你根本就是无心想要跟对岸谈嘛 那你无心想要跟对岸谈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要来陆委会 我真的不懂 陆委会 拜托 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陆委会是这八年来根本一事无成 连跟对岸接触的管道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在里头领薪水干嘛了 完全没有任何 我们花纳税钱讲这个废物陆委会有什么用 因为完全没有任何实质功能 每天除了帮政府放话之外 请问一下他能够帮助我们什么 什么也不能帮助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张志宏这个角色到底在扮演什么东西 那美国现在都希望两岸之间 至少可以缓解下来冷却下来 为什么 因为美国要选举 他不希望你在那边闹事 那美国爸爸都讲话 你们现在还在搞这一套 老实说习近平不管你相信或不相信他 但是至少人家现在没有用很尖锐的态度对待 这样不是比较好吗 难道你一定要习近平对你破口大骂 说我要武统台湾 这样你才爽 是这样吗 我相信习近平如果这样讲 然后民党就说你看嘛 你看嘛我早就知道他就要这样讲 不是这样 这跟小孩子吵架了 有什么两样 所以真的不要乱搞 搞成这样子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 马英九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去想办法去缓解 马英九是在干什么 马英九其实在帮赖兴德擦屁股 人家帮你擦完屁股你也谢谢都不说 还一副马英九活该 谁叫你自己无聊要跑去 马英九不应该去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再搞这种东西了 那现在陆委会主委的名单好像还没有出来 不知道人选是谁 我是强烈推荐一个人 这人叫赵天龄 因为他最知中亲中 而且是物理性的亲中 所以我说真的 找他去的话 两岸之间就觉得一家亲 就很多东西都可以谈 而且他谈的技巧一定非常好 桃花朵朵开 所以我觉得你要是财是任 像赵天龄这么样的一个人才 你们不利用他 不用他去当陆委会主委 去跟对岸好好谈判 真的是非常可惜 赖兴德你真的要用对人 不要再用詹志宏这种搞不清楚状况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那个名单陆续公布信赖台湾知友会的秘书奖前宜兰代理县长 陈经德传出要接任公共工程委员会的主委 那么陈经德呢 他在担任中油董事长的时期 曾经发生过中油的供气中断 结果造成了815的全台大停电 改到宜兰去当代理县长 结果他放宽了农舍的建造规定 被发现自己也买了农舍 那么陈经德在高雄环保局长 还有副市长的任内被踢爆 在宜兰经营了民宿和文创公司 违反了公务员禁止经商的商业规定 结果遭到了监察院的弹劾 王宏外委员就直接指出 其实屏东最贵的国际棒球案 工程费用高达25亿元 德标的厂商的独董 竟然就是陈经德 而陈经德在担任 可宁卫能源的董作期间 还涉嫌影响王美花 还有郑文燦 来通过一个固体再生燃料 发电厂要入驻桃园科工园区 然后核准可宁卫的能源入园等等 虽然说事后陈经德 撇清说都跟他没关系 但是文宏外委员就质疑了 如果说让像他这样的人 来接空城会的厨委 难道真的就是门神归位了吗 孟凯委员 是啊 独老男 是我刚刚讲的 这赖团队里面赖那个 里面的一个特点 曾经德感觉就是符合这标准 有没有独拍色彩 老面孔 怎么感觉好像就是这几个人 还有南部高雄邦又复辟 他以前是高雄市的副市长 王洪威就马上来今天早上我们记者会 我们十点中开记者会 但王洪威真的忍不住了 所以九点半他就先开一场记者会 讲曾经德 而且特别强调 他是建商的门神归位 我们有看电影就知道说 石神这部电影里面讲到石神归位 是这万众瞩目 但是如果说是今天是建商门神归位的话 那我真的是觉得是说 这个是万民大家都感到心寒 感到觉得说很痛心 重点在什么 重点在于是如果说真的都是用这些人的话 以前过去民进党自豪的什么南部经验 但是我们在过去这几年看下来 南部经验已经变成是南部的一个恶例了 尤其是像台南市 长期由民进党执政 以前的文化古都 以前的美食之都 现在变成是好像黑腔之都 而且治安非常的败坏 难道我们要希望88腔 希望炉渣案 希望光电案 这样这些弊案 不只是在台南 而是全台湾都有嘛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令人觉得 非常要不得的一个情况 其实曾经德的一个部分 我必须要说 王宏威委员今天早上的记者会 他就特别提到了 他就是包含是高雄某建商的一个独董 营建厂的独董 而这一个营建厂呢 在之前他只有招标过 两个学校的一个工程 没想到曾经德一进来之后 好巧不巧 马上就可以得标到 屏东的棒球场25亿 那么高高造价的一个 棒球场的一个 这个营建工程 我觉得说这难道 他们有过去的专业吗 过去大家最印象深刻 或者说最瞩目焦点 就是新竹棒球场的一个改建 那时候也讲了就是说 他因为不是球场的专业 也因此还有后面的一些 弊案重生 而新竹棒球场只有13亿的一个成本 现在屏东棒球场是25亿 等于是整个翻一倍 不敢讲说现在是不是一定有弊案 但是这过程其实是会非常起人疑斗的 再加上刚刚又有提到 所谓吹升或是推动这个固体再生燃料 在桃圆来做 我特别要讲 这个部分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开能源的倒车 为什么 因为之前我的选区 因为之前我的选区领口也有那个厂商 他们要推动所谓的固体再生燃料 也来领口开说明会 当时我们就质疑是说 你是不是因为领口火力发电厂在那边 所以你要在领口火力发电厂的旁边 盖固体燃料的一个制造厂 那完了之后你制造完 你就可以直接送到领口火力发电厂去烧 那这样子一江里口 为什么 因为那原本固体燃料讲得很好听 其实它就是垃圾的集中在制造 回收资源利用 那做成这个所谓的固体燃料 就可以变成是燃料 那把垃圾给烧掉 可是这能够算是绿能吗 能够算是这个再生能源吗 其实是不能的 因为它的进化标准 其实是国际上有非常严格的标准 但台湾到目前为止 是并没有把这个标准给列为一致 也因此你如果说巧立名目 把它变成是一个固体再生燃料 你就把它变成是绿能的话 它还可以左手转右手 一方面解决了垃圾 一方面来拿去做发电 一方面还可以跟经济部 跟台电来申请那个 再生能源的发电补助 一鱼三吃能够这样做吗 所以好家在我记得 现在应该是桃园 已经有否决了这样的一个提案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这中间过程里面 如果说没有之前县市长的政党轮替的话 难道现在就是一次的推动下去 所以最后我真的必须要讲 公共工程委员会真的非常重要 这个位置为什么重要 因为过去这几年 疫情影响了非常重大 所有全台的重大公共工程 平均都delay了一到两年的时间 而且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营教成本的上升 公共工程的成本上升 以及缺工缺料的问题 还没有到完全的一个舒缓的情况下面 还有更重要的是 我们都讲说很多的重大工程弊案 有没有去彻底的经查 以及2050净零碳排 我们现在也希望力推 公共工程 公家的机关 你如果说要新建工程的话 都应该朝向是零碳建筑来做 所以公共工程其实是一个 整个国家的建设的一个 最高的指导单位 掌握的人一定是要非常专业的 所以说今天排出来 那么多的一个内阁名单 我们还是强调 如果你没有用专业任命 如果你只是酬雍 如果只是因为他是 信赖之友会的秘书长 你就可以让他去做的话 那这种用人真的就不是取材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按个赞 这一波的内阁名单 还有受瞩目的人是刘世芳 他要接内政部 还有郑英要接教育部长 刘世芳过去当立委的时候 连续三年要求陆军官校改校歌 所以是一个意识形态挂帅的立委 所以他掌管天下第一大部 到底他要改什么歌呢 郑英要过去担任中山大学校 当时他大开了巧门 让研究所录取了 只有高中学历的教堂 录取的理由是说 教堂有十万粉丝追踪 事后哀哄之后 才赶紧取消这种录取标准 等于是帮绿营的侧意 量身打造独一无二的教堂条款吗 像这样的人真的可以主管 我们的百年教育大计吗 曾宇怎么看 其实你可以看 在这一次他的那个名单里面出来 你就知道了绿营的DNA 甚至是所谓的南台湾势力 完全复辟到整个赖阵营的隔魁内容里面 那我来说一下 郑英要刚刚就讲了 他用非常荒谬的方式 录取的模式 就让教堂可以这样子 最后你可以看 中山大学过去有多少的论文门事件 但不要忘记了 民进党他护航全党护议人 一时五命的状态之下 是什么 那时候大家记不记得 文化部还特别说 我们开始研议所谓的硕士 未来也许可以不用写论文 是不是所谓的正义要你上来的第一个德政 就是要来去颁布 是不是就是要贯彻所谓的民进党的DNA 就是每一个人 人人都可以是硕士 就不会有所谓的林志坚的论文门事件 我觉得这是值得观察的地方 因为他毕竟他靠十万粉丝都可以录取所谓的硕士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敬请期待 那再来我觉得刘世芳的部分 我先问大家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这一次大选全立委的时候 刘世芳他因为什么原因所谓来退选 他说他现在的 因为身体的因素 他身体健康不适合 所以他就不竞选连任 我就想问了 内政部是所谓我们的第一大部 任何的业务繁杂之下 你有这个身体健康有办法去胜任吗 还是说只要抗中保台 只要是扯铃是中国的文化 你就可以有这个体力 来去胜任所谓内政部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两个首长的任命 真的是荒诞 这里可以看 他在前面就是把DNA满满的